想要成为一代大魔王 众所周知 如今的陈梦可以说是风华正茂 气势正盛 到达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顶阶段 最近在奥运会上获得的一枚单打金牌 更是使他奠定了自己女拼一姐的地位 现在的陈梦 甚至说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也不为过 因为这个时候的他 正值自己的巅峰期 无论是实力技术 还是心态经验 都已经达到了圆满 这个时候的他 即使是面对孙颖莎和王曼玉 也同样保持一定的优势 那既然现在的陈梦实力这么强 能不能算是一代大魔王呢 不能 原因很简单 想要成为一代大魔王 先要拥有两个必要因素 那就是大满贯和绝对的统治力 而现在这两样 陈梦一样都没能没有 即使是国拼人才辈出的国家 也只有三位大魔王 他们分别是邓亚平 黄南和张以敏 就拿这三位大满贯来说 这三位大满贯 无疑不是有着大满贯的称号 甚至大满贯在他们身上 都已经不够看了 几乎都是什么全满贯 双满贯 说起来 一个比一个惊人 而这三人之所以能成为大魔王 最重要的 就是每个人都能形成 自己的极强的统治力 这种统治力不是什么奖项 或者什么称号就能带来的 这是长时间以无敌姿态称霸赛场 才能慢慢形成的统治力 而现在的陈梦 显然也不具备这种统治力 而既然大满贯和统治力 两个条件都没能满足的陈梦 又怎么可以被称为大魔王呢 这时候肯定有人会问了 既然现在的陈梦 还无法获得大魔王的称号 那之后的陈梦可以吗 男倒不是说他获得大满贯男 现在的他已经手握世界杯和奥运会 两场世界大赛的冠军 只要再获得一次世平赛的金牌 他就可以获得大满贯的称号 所以男的不是这个 男的是陈梦没法形成自己的统治力 要知道能够形成统治力 首先就是要拥有绝对无敌的实力 但是这一点陈梦就差了点意思 而就算陈梦现在的实力过关 他的剩余的职业生涯 也很难再支撑他形成自己的统治力了 毕竟他今年已经27岁了 这个年龄虽然说不上多大 但也绝对算不上年轻 而要形成像邓亚平 王楠和张一宁那样的统治力 就必须经过长年的征战才行 否则一场两场的比赛 又谈何形成令人恐惧的统治力呢 而陈梦今年已经27了 就算他能够达到30岁 三年的时间 他能够做到像邓亚平 王楠和张一宁那样的统治力吗 答案很显然 难 很难 虽然依旧有可能 但希望很渺茫 除非是他在之后的职业生涯里 能够实力在上一层楼 达到像那三位大魔王一样的压制力 并且必须要达到30岁之后才退役 只有这样 他才有希望形成自己的统治力 否则 也只能说他与大魔王这个称号无缘 不过就算他成为不了大魔王也没关系 大魔王本来就不是想成为就成为的 否则 也不会只有那三人被成为大魔王了 陈梦现在已经很优秀了 无论他是否能够成为新一代大魔王 都让我们祝福他 各位看官觉得陈梦最后能够成为新一代大魔王吗